顶级拳手的博弈不光是在赛场上 赛前的斗智斗勇也是非常的重要 张智里和乔伊斯的二番站近在支持两人的赛前发布会 面对英国记者的提问 老张也是尽显王者风范 面对老张自信的回答 乔伊斯只能假装淡地用他的英式幽默来回忆 后面的采访也是给张智里挖了一些坑 我们看看老张是怎么回忆 记者的提问本来是想给乔伊斯打气 但张智里滴水不露的回答让他们的美梦泡汤 乔伊斯对自己更加的不自信了 英国方面的主办方对乔伊斯的回答也都是无可奈何的笑一笑 这时候记者又在问张智里 如果说一番站乔伊斯的眼睛不受伤 你有可能赢不了 意思就是说乔伊斯的眼睛受伤 你老是打他眼睛属于甚至不武 你的真实实力是在乔伊斯之下的 好我们来看看张智里是怎么回答这个刁钻的问题 他们觉得眼睛不受伤 他们觉得眼睛不受伤 因为在一番站的裁判当中 确实有一位来自英文的裁判打分 在六个回合中美国家五个回合 说乔伊斯领先 所以说赛前我讲过 我不会怕结果交给裁判 我会怕结果老老的赚在自己手中 这一战一样 我还会怕结果赚在我自己手中 这个意思大家也听懂了 虽然说你们英国人是帮英国人在黑我 但是我不会让你们得逞 而且在赛前的媒体对视环节 大家可以看到乔伊斯明显的不太自然了 和老赵的自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面对各国的记者采访 老赵是谈笑风生 淡定且自信 北格也是最喜欢老赵这一面 谈吐优雅 落落大方 甚至看到乔伊斯的团队也会主动上去握手 就连记者都非常奇怪 为什么对对手这么友好 我们继续看老赵是怎么回答的 你对他们很客气啊 对他们团队 周六可能不会那么客气了吧 这是一个礼节 因为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 所以说现在还是朋友 然后到周六到赛场上我们才是敌人 记者又问着这里为什么这么想打乔伊斯 而且这么多年一直是追着他打 你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想打乔伊斯 好像是从很多年以前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 对以前好像看过他的和他和杜布瓦的比赛嘛 然后我在看他的比赛 我说这打了什么 这是打拳击吗 然后所以说他也是都说他是全胜全手 然后把杜布瓦打掉之后 然后又钢铁下巴 又是红坦克 怎么样了 OK那我就就碰一下 正好我也喜欢打拳者嘛 然后那就碰一下拳者 打一下拳者了 What can they see on Saturday night from GLAJ 镜头后面的粉丝在看 所有人都在看 你觉得周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感谢粉丝们对我的支持 周六将让你们再次见证中国速度 中国力量 好最后我们希望张志丽可以顺利拿下这场比赛 再次在别人的主场创造中国神话 这里是小贝格斗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